老炮这个电影从商业上和艺术上 我想还是很成功的 我看完电影以后 发现电影中的老炮形象 跟我们过去脑子里建立的这个形象 差距的是非常大 所以我必须得把过去的什么人为老炮 这个事说清楚 我们才能去阐述这个电影 那么在最近流行的各种文章中 其中有一个人描写了各种老炮的形象 这其中有一个人 非常准确形象的描述了老炮的基本状态 他说这个人住在牛街 姓施 这怀里就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折叠刀 你们今天觉得这折叠刀有什么心情 那时候带把折叠刀都是很牛的事 所以愿意亮出胸起来 所以身上永远带着 什么时候都带着一把折叠刀 那有些这个小炮 就是我们类似电影中的小鲜肉 这小炮呢 其实那时候还真不是小鲜肉 那小炮也操着呢 就听说有这么一有名的老炮呢 就来挑衅 就拦到 劫他 骂他 污辱他 那么这施某人 这老炮呢 就脸上好像有点蓝色 打不过你们嘛 所以呢 就掏出了这折叠刀在手上玩 这也叫递格 那么 这些小炮们 见了以后就大笑不已 说你这叫什么呀 所以就更加的去侮辱他 这个施某人呢 就把自个儿的这个裤腿挽起来了 说我老了 玩不过你们 但给你们赔个不是总行的 就把这裤腿挽起来 挽到膝盖上 自己在自己的大腿上 慢慢的 你们注意 慢慢的隔开一口子 长这么多 二寸 鲜血淋漓 而起身以后呢 面不改色 心不跳 那所有的小炮们就愣了 说这都什么路子 然后 自个儿又撩起另外一条腿 就说怎么 还不行吗 那我就再来一刀 然后弯腰 自个儿给这条腿上又是一刀 然后就问 说你们谁有盐呢 云我先 这北京土话 云我先 就是给我先 抹上才好 然后这些小炮们一看 这老炮厉害 转世就一哄而散 不敢再挑衅了 于是 这施某人 施老炮啊 就 名声大震 四九成 无人敢 跟他犯阁啊 这事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1960年的事 那时候呢 这老炮才30岁啊 你想1960年30岁 那么60年减去30年 那1930年生人 那才真正的老炮 那么电影老炮 跟这个是有差距的 你注意看 这老炮多少有点那种 老流氓的那种意思 但电影中的老炮啊 有点北京大爷的那意思 所以有人跟我说 说这电影不如不叫老炮 叫北京大爷 要不然就叫北京老大爷 我说你这票房没了 对不对 就得叫老炮 电影本身啊 情怀很好啊 你说我去看 我用这词情怀 为什么说情怀很好呢 过去拍电影 第一要素就是得有情怀 我们这些年的电影 迷了 没有情怀了 所以这电影 首先赢在情怀上 这么多观众去看 那起码证明啊 起码证明我们现在的观众 还是有情怀的 那么在演员的选择上 我觉得这个片子很有意思啊 他让冯小刚出演 我们都知道冯小刚是导演 拍贺岁片出名 拍电影没施过手 那么把冯小刚搬出来 当一个演员 按理说啊 过去很多导演都叫 自编自导自演 那冯小刚这种是别人编的 他来演啊 出任男一号 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个挑战 那么演的好不好呢 演的好 确实好 为什么好呢 我告诉你啊 以专业的眼光看他 就是他所有的表演中 我认为啊 我个人的事跟大家无关 我认为他有不足的地方 他绝没有过火的地方 这是最难的 演员表演很容易过火啊 大部分演员一上去 就要绷着那劲儿 所以我们注意看啊 你如果会看 会看表演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大部分演员在表演中 都会或多或少的过火 那么冯小刚呢 毕竟是拍了那么多电影 知道表演的奥秘 知道这个玄妙在哪 所以他在任何地方的表演 都没有过 只有不足 不足没关系 不足也得过了强 只要一过 就马上就不行了 尤其学戏剧的演员 曲艺的演员 表演最容易过 为什么容易过呢 因为他过去学的就是要夸张 在舞台上 你不夸张 人看不见你啊 所以一到电影中 电影是镜头直接推上去 你那脸就这么大点 站着那么大一幕 你稍微有一点过火 你就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冯小刚的表演啊 在这上面没得说 所以得了那个金马奖啊 金马奖对华人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了啊 所以冯小刚打岔说 说这个头一回演男主角 就得了金马奖 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我跟他说还是有一点的啊 到奥斯卡最佳男演员中 还有一丁点空间 看你能不能争取到 那么再有一个是电影的女主角啊 电影这个女主角很重要啊 这回请了谁呢 请了我们北京的大妞啊 曲情 曲情到了这岁数 你说他北京大妞啊 他挺高兴的啊 年轻的时候 你说他北京大妞 他未必高兴 因为为什么呢 我看到有人评论他 说他身上呢 有一股的贵族气 说句实在话 你是真不了解 这北京大妞 北京大妞身上这贵族气 也是一股土气 这北京就没了贵族 打清朝灭了以后 这贵族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中有一段啊 我们都知道 许晴在电影中啊 在老炮电影中演侠仪 是老炮 张学军的相好 所以他前面有一段描写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发廊里啊 这个这个 张学军颇不及待的啊 搂着这个侠仪 我也不知道跟名叫什么啊 来那么一段 最后走了神了 你知道这事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描述这么一段走了神的呢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办这事 走天大的神 他也得把事办完 他也不能办不成 那就是人老了 在电影中给你描述了人老的一个具体状态 那么许晴演的呢 我觉得啊 还可以带洒脱一点 因为许晴呢 天生丽质啊 这个他那样的演员 就他那长相呢 很容易获得 中年以上男性的喜欢 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这个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五花八门的 我也闹不懂 但许晴这 这种长相呢 过去都是普通男人的路 所以任何人都会喜欢他 我一说男人喜欢许晴啊 你可能不服气 说那有什么可喜欢 现在那个漂亮的女孩多了 我告诉你 过去有一标准 这标准很有意思啊 说起来不怎么哑 叫好男一身毛 好女一身标 什么叫好女一身标啊 就是这女的骨头架子要小 肉得多 我这事没有这个啊 没有对许晴不公的意思 她是那种比较圆润的女的 所以过去 按照过去的审美 这种女人最容易得到男人的喜欢 就这么个原因啊 那么韩宇就不是啊 韩宇就是一身搜肉 过去说一身搜肉啊 就是全是特别壮啊 这个 韩宇演的有一段非常好啊 可惜电视都没有 网上能看这些剑啊 就是他替人代驾的那一段 非常反向他这个人的败处 崩溢了 哎 这么累啊 你急着什么投胎呢吧 你怎么开车的 会不会开车啊你啊 怎么跟你家说话呢 你还这帮孙子上北京干嘛来了 我不知道电影中为什么把这段给掐了 那么 韩宇是浑身剑子肉啊 这个 脑子简单 这个脑子简单呢 也是过去行侠仗义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他处处的想动手啊 处处的泛魂 这就是这个形象的塑造 跟他早期的很多电影中的那种英雄 跟杨子荣的那个塑造是有距离的啊 那我们就说为什么啊 今天老炮这么受社会关注呢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词啊 一个老词从心的流行于社会叫仗义 今天社会没有诚心就没了仗义 那么电影一开始啊 我看到很精彩的一幕 就是老炮啊 就是北京大爷张学军走出来 为灯罩摆平他那件事啊 就是灯罩出来卖煎饼啊 把人家城管的车给砸了 城管呢 跟他死掐 这时候呢 城管还扇了他一个耳光子 那么爱管闲事的这个北京大爷啊 什么叫爱管闲事 就是行侠仗义 北京人过去特爱管闲事啊 这事跟他无关啊 我过去就爱管闲事 我在街上就跟你说小偷 顿时就窜起来 还没看见小偷在哪呢 就想去抓去 这就叫行侠仗义 这事本身跟我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今天你在喊 社会上喊小偷 所有人都躲开 闪开一条路 让他赶紧跑了 这就是今天跟过去的不同 所以啊 张学军这位北京大爷啊 就算是个老炮吧 跟过去的老炮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就算是个老炮 这北京大爷呢 就过去 把这事给摆平了 用他的方法 对吧 我们 过去啊 过去这个社会啊 发生的各种社会冲突 都有人出面 打架 接上一打架 邻里一打架 立刻就很多人出来劝架 拉架啊 然后呢 摆平这个事 说谁对谁不对 民间的官司就完了 过去没有打官司这事啊 没有人说我到法庭里告你 没这事 那准有一个 这个声望高的人出来说 这事啊 说你做的不对啊 这事就这样了啊 说过去就过去了 以后不许再纠结了 这事就过去了 你比如过去啊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 跳楼 发现一跳楼的 人都围着看啊 那时候人在楼顶上 就在那看 看所有人都喊 别跳啊 什么的 都是劝 今天什么路子 电影中有描述吧 跳啊 赶紧跳啊 别在那耗着了 全说片儿散化 所以今天人的社会态度 跟我们那一代人 年轻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使这个电影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这个电影呢 我觉得有点问题 是我自个儿觉得 你们不会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我首先认为 这个故事之间隔着一层 为什么隔着一层呢 就是男主角冯小刚演的张学军 跟他儿子李一峰演的 他那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距离太远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自个儿说我都笨六章的人 笨六十的人 那儿子不可能再那么小了 跟那帮小鲜肉一块混 由于我觉得这个中间年龄差 跟不上 我就觉得这个故事 中心的故事呢 就比较牵强 导致导致这个电影的出发点呢 弱化了 什么叫出发点弱化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老炮张学军为谁出头 为谁去摆平这个事呢 为他的儿子 那为儿子去做这个事 天惊地义 对吧 你为你儿子出气 天惊地义啊 如果我们想啊 这个电影的编剧 再把这一层考虑的更深一点 那么这个电影的感人的力量 或者说出发点 就不会那么弱化 如果张学军不是为自个儿的儿子 比如他为许晴的儿子 就是侠义的儿子 比如他为灯罩的儿子出面 我觉得后面的所有的力量都会加强 而且所有的弱化的地方都会挥避 比如看过电影的人呢 都会看到这一幕 这一幕是比较尴尬的 是张学军跟儿子 就是冯小刚跟李一峰演一场对手戏 这对手戏 作为张学军多次 把儿子枪向他的话全吞下去了 为什么要吞呢 他不吞不成 不吞这戏演不下去 所以他被迫吞下去 不自然 按照老炮 张学军的那性格 早大耳贴子删上去了 他为什么不能删呢 因为这电影没法删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身份 这儿子不是他的 是登照的儿子 或者是侠仪的儿子 那他不删就顺理成章 别人的儿子 我们这代人过去都认为 打自己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随便就可以动手 一语不合就打过去 你跟我犯赵 你跟我瞪眼 上去就一巴掌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跟我爹哪 我犯了错误 我爹一个巴掌 就跟我沟通完毕 我自己就明白我错在哪了 对吧 那么为自己的儿子出头 显然就不如为别人的儿子 出头有力量 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说这个事情的起因 就李一峰演的这儿子 不是张学军的儿子 而是侠仪的儿子 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 就变得中间拐了一道弯 这道弯就叫仗义 因为你儿子出面不叫仗义 你为朋友的儿子出面 这叫仗义 那么这里也就牵扯出来 早年张学军跟侠义 跟灯兆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 我这个看啊 我看老炮和吴亦凡演的小飞呢 之间有一场戏 就是闯到了他们那个车的 改装车的那个宫棚里 呼啦就围上了一大帮子的人 那吴亦凡演的那个官二代 还是富二代是吧 染着发啊 脸上一股阴气 那演的还挺准的 就是现代那孩子的阴气 老炮被围在里头了 那帮孩子又又侮辱他 又删他 又又又又又围着他啊 在这种情况下 要依着老炮过去的经历 跟他死磕了 人多是没有用的 我在上集讲过 人多跟人少打架 人多是吃亏的 你进去两三个人啊 你别看他要二三十个那种小套啊 那种小鲜肉 根本就不禁打 只要能打中一个 所有人就不敢再上 这是过去打架 我们打架 形成的一个经验 在这段描述中 我觉得导演是没有办法 或者说编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老炮在第一次受辱 败下阵来 那么导致后面 导致后面的情节中 显示了他要所谓的复仇 或者找回颜面的一个 一个伏笔啊 很多人很欣赏啊 这个最后这一个章节 在这个颐和园的野湖上 这就是一种传说 过去颐和园啊 是北京人在1966年到1970年之间 约架最愿意约的地方 一个是约在了颐和园后门的野湖 一个是约在了颐和园正门前 北宫门前头 那块广场上很多约架 最大的约架 将近上千人 一边来几百人 乌鸦鸦一片黑 最后警察都是拼命的去赶刀 去制止这种血腥的打架 那么最后这一段啊 老炮 张学进 穿着这个军大衣 这个军大衣 我看现在俗称叫将校 我给大家讲讲啊 将官就是将军啊 将军一级的 解放以后 五五年寿贤 第一批寿贤啊 以后呢 全发过 完全不一样的军衣 比如他的毛 这个这个冬季的帽子 那个毛是塔毛 水塔的毛 是真正的兽皮 而到了校官一级 这军帽上的就是灾容了 是人造毛啊 这差着等级呢 将官的这个大衣 非常少 因为将军就这些嘛 校官就多了 校官发过两次军大衣 一次是黄衣子的 先发的 大概是五六年吧 这个发的 五六年发的 后来呢 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期 又发过一次马库尼 跟俄国人学的 里头是带衬的 里头那么厚的一个衬 那大衣有多重呢 我可以告诉你 当年我腰过 二十斤 你知道那大衣那重啊 就是你穿上以后啊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穿上以后 这东西真够重的啊 就重才暖和呢 你过去说不重不暖和 不是我们现在的观念 轻啊 说我这羽绒啊 一钻一把 一打开 特特格 穿上特暖和 那时候没这个 就是要精神 所以军队的装备 包括服装 很受社会人的青睐 那时候穿个军装 就是今天最时髦的服装了 那么再有就是刀 你知道过去有很多军人 是从抗战走过来的 那时候有些缴获的日本军刀 因为中国刀的质量不如日本刀 我上一集说过 对吧 世界三大名刀啊 这个大马士革刀 马来刀 日本刀 中间没有中国刀 中国刀不行啊 所以呢 家里留一把日本刀呢 表示自己的战利品 表示自己的过去的荣誉 所以日本刀呢 曾经在一段时间 对于很多中国军人来说 是一个光荣 那么电影中张崔军 也穿着这个军队的这个 所谓的将校尼 拿着这个日本刀 就走向了演武 跟人家死磕 这场戏呢 导演是用了极大的篇幅 来渲染这个情绪 包括音乐 很多人被那个音乐感动的痛哭了 大部分人的哭点都在这个时候 这时候他心脏病犯了 伴随着人家心跳 一个人 为自己的光荣而战 走向 这个对暗 电影 当然按照导演的意思说 这电影如果打起来 这事就 就恶心了 就低俗了 这个电影幸亏也没打起来 打起来肯定是不好看的 他的怎么处理呢 让老炮呢 在这个临阵前光荣了 至于老炮死了没有 电影里没有交代 为什么没有交代呢 是他留下了台 下一集的伏笔 我们今天啊 看这个电影呢 能够感受到 他在提倡一种行侠仗义的精神 为什么提倡行侠仗义呢 是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上处处是背信弃义 处处是骗子 处处是说了不算不算话的人 对吧 我们缺乏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呢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社会怀念的一种人们情怀 老炮呢 恰恰展现了这种人们情怀 得到了今天社会的认可 形成了一种老炮现象 官父猫揭秘 官父秀 老炮拿一日本刀 我就不能再拿一气戒刀跟他对了 上一集已经讲了气戒刀 这回我拿一锤 锤 刀枪剑极 辅约勾插 躺硕棍棒 边捡锤抓 你看锤在最后头 刀在最前面 锤呢 在兵器里 算是盾兵器 兵器分利盾 利是指什么呢 刀 剑 有刃的 剑血的 这叫利兵器 顿兵器呢 是靠击打力度 你们看这锤有点失望 是吧 这锤跟你们印象中的锤呢 尺寸差距太大 你们印象中的锤都是跃云的锤 你看金锤八大锤 那锤一个个比我脑袋还大 看那耍呢 你们想想啊 这金属的锤如果做成 甭篮球那么大 排球那么大 你也抡不起来呀 这个锤的击打力度啊 有多大呢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正常的人 抡起这锤来 打在对方身上的任何一点 不管打在哪 这人立刻就没有战斗力 打脑袋上不用说 一命呜呼 打后背上直接就喷血 打在胳膊腿上就断了 打手指头 打脚指头上 你比如这个 一锤抡起来 哪都没打刀 打脚指头上 脚指头就成肉酱了 你知道吗 这人立刻就丧失战斗力 锤的击打力度 它是靠内伤啊 你力伤人 靠内伤 获得它的价值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啊 比如这摆一刀 摆一锤啊 两个人动手要打起来 外行人一定伸手笨刀 内行人一定伸手拿锤 人在杀红了眼的时候 有时候啊 身上带有刀伤见血 比如肚子肠子都出来了 还有战斗力 但是这一锤打下去 你一丁点战斗力都没有了